我们今天介绍我讲以上的第十一章 就是我的编排跟各位的教科书不一样 那么我们一章介绍的是坡洞 Wave Motion 我们知道这个坡是一种自然界的一个大现象 自然界有两个大现象 一个是物质 一个就是坡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那么我们这一章要讨论的是坡的一种 比如说坡我们可以分成弹性坡 电磁坡跟物质坡三种 弹性坡就好像我们弹簧的坡 我们声音的坡 我们一般地震所造成的坡等等 都是属于弹性坡 那么电磁坡是由电跟磁 电磁 它们互相感应而产生的坡 那么第三种就是物质坡 第三种我们目前不会谈到 那么这一章我们是建于谈这个弹性坡 电磁坡我们到下学期会讲到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弹性学 ELASTICITY 缸体 受外力的时候 所谓缸体就是说一个物体 它的形状保持一定 它有一定的形状 那么它受外力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缸体受外力会有两种现象 一个就是它运动状态改变了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它的形状改变了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讲的是钢体受外力的时候 运动的改变 运动状态的改变 那么现在我们要谈到 一个钢体受外力的时候呢 它的形状改变 那么弹性学就是在探讨 外力 物体受的外力 与物体形状改变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物体受外力 它形状会改变 这个改变的大小 跟外力的大小 还有就是钢体本身 这个物质的性质有关 如果这个变化 就说这个钢体受了外力 它的形状改变不是很大的时候 一旦这个外力消失了 物体会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这种特性称为是弹性 它受外力的时候呢 形状会改变 外力消失了 形状又恢复原来的 不过你这个 形状改变不会太大的时候才可以 太大的时候呢 它就变不回来了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物体 原来的长度是L 后来呢 两边受一个normal force 就是说跟这个界面 是垂直的这个力量 往外拉的时候啊 它呢就增长了一个delta L 那么我们现在就定义 把delta L就是它改变的长度 与它原来长度的比值 我们称它叫做拉伸硬变 叫tencil string 还有就是它所受的这个正向力 正向的拉力 跟这个物体界面积的比值 界面积就是这个界面积的比值 单位就是每一平方公尺 有多少牛顿的力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normal stress 叫正常压力 正常硬力 硬力就是stress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比比 正常的硬力 与拉伸硬变的比值 我们称它 这个比值是一个常数 我们称它叫做阳式磨量 Young's modulus 你们做实验都做过的 就是这两个比比 单位就 它的定义就是叫做 阳式的磨量 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式子本来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把这个项目一一一 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 在这个地方 变成这个以后啊 我们就把 就是这个k是什么 这个k就是这个阔湖里头的量 阳式量磨 如果呈上界面积被长度来除 这个是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我们就称它叫做立常数 我们前面讲的弹簧的立常数啊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k就是立常数与物质的成分 这个物体的 这个物体它什么物质做的 跟它物质的成分有关 也跟物质的长度 跟它的阶面积有关 这个是立常数 所以 这个式子的意义就是说 这个式子的意义就是说 物体受一个伸张力 或者是压缩力 压缩也是用这个正向力 就是跟 接面垂直的时候 受一个伸张力 或者是压缩力 就会使得这个物体产生长度的改变 长度改变 如果伸张力它就伸长了 如果是压缩力 它就是减短了 那么这个改变呢 跟FN 跟这个normal force 跟它伸长量成正比 就说这个F啊 FN跟什么 跟什么 伸比例呢 是跟这个 伸长量 它伸长的量 伸比例 k FN跟伸长量成正比 那这个就是 虎克厂 虎克定律 原来的形式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就把 阳式量模这个定义 我们来做一个立体看看 有一根长 三公尺的钢丝 接面积是 0.20的centimeter square 一端固定于天花板 另一端呢 悬掉一个500公斤的重物的时候 它长度 叫原来的长度 增长了0.4公分 求这个钢丝的硬力 应变 以及 阳式量模 那么我们做这个题目 这个完全是一种 就是弹性学了 硬力跟应变 就是我们就用它的定义就好了 那么我们把以质量写出来 原长是三公尺 瘦500公斤的这个重物的时候 那么它的长度 伸长了0.4公分 接面积是这么多 0.2个centimeter square 那么它拉力 它本身拉这根钢丝 还有天花板也拉这根钢丝 这个拉力是500个公斤 公斤是什么呢 是重力单位 我们现在要化成这个绝对单位 所以你要乘一个9.8个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就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们用这个牛顿来表示 4900个牛顿 好 硬力我们就是 fn被a除 fn有了 a呢 也有了 你把它除一除 不过这个这个是centimeter square 那么我们把它画成meter square 因为硬力它是用newton per meter square 来表示的 这个算出来就是这么大 第二个 求硬变 硬变就是伸长量 被原长来除 伸长量 是0.4公分 是0.4公分 原长是3公尺 我们都都画成公尺 那所以 0.4公分呢 就变成0.4乘10的负2次分meter 好 算一算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单位 因为这两个单位一样就 已消了 然后我们最后可以算它的 这两个都有了 粮是粮膜 就是硬力被硬变来除 这个被这个除 大小就是这些 这个很简单 好 现在我们看 另外一种的弹性 比如说这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物体 立体的物体 原来是这个虚线所画的 虚线所画的这一部分 OK 后来啊 它受一个 跟这个上面这个表面平行的力 就是切线方向的力 我们称之来叫做FT 这里受FT 当然你这个底面啊 会受这个地面给它的反方向的力 因为我们是假设 这个物体不动嘛 原来的状态 保持原来的状态 这是形状改变的嘛 所以你这里如果没有力的话 这物体不是会跑吗 对不对 会移动吗 会开始不平衡的 平衡的话 就是这里有个力 跟这个力一样大 那这两个力呢 都是属于这个 切线方向的力 切线方向的力 它被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来出 它的定义叫做减硬力 Shering stress Shering stress 它现在产生变化 怎么变化呢 它原来这么高 这条线原来在这里 受了这个力以后啊 它这一边就跑到这里来了 就从这里 移到这里一个X距离 这是它的最远端 距离这里最远端 于是我们就拿X 就是你改变的这个 移动的这个距离 被它的H高来除 叫做减硬变 那X over H 正好是tangent theta 那我们所谈的弹性 就是假设这个物质 变化不太大的时候 它会恢复原来的形状 如果外力一旦消除 那么因此这个theta 不会太大了 theta不会太大的话呢 那tangent theta 这个函数值啊 就妈妈糊糊的 可以等于theta的弧度值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量 比一比 减硬力 比上减硬变 我们称它叫做什么 减切凉膜 Shering modulus 用S来表示 它就是这两个的笔质 那么我们把这个 用tangent theta带就变这样子 如果用theta来带呢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Shering modulus 那么这个式子啊 我们可以把它重写 像这样 它本来等于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h 分母的分母 可以拿到分子去 A就变成这里 然后就变成这个 你看ft乘h ft这个力 跟h正好是垂直 就是这个ft跟这个ft啊 是一对 是一对利偶 那这个是它的利偶矩 利偶成上利偶的力 乘上利偶矩的长度 就是等于这个利偶的 它的一个利矩 利矩 top 那么我们再把x呢 用theta等于h来乘 那么就可以把它变成这样 所以Shering modulus 又可以持这个量 好 是从top top为ft相对地面的利矩 那么x呢 这里的x是等于h tangent theta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 或者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先写ta 把这个乘过来 然后把括弧里头这个sha啊 这都是常数啊 三个相乘也是一个常数 我们令它叫做k prime k prime就等于三个常数相乘 它的单位呢 就是等于tok被ceta除了 就是newton per meter 这个称作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 这个称为利偶 利矩常数 利矩常数 这个我们以前讲这个 牛矩的 扭摆的时候 曾经用过它 这个式子的意义就是说 物体受一个扭矩 tok的作用的时候 扭力 扭力的力矩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扭转的脚位移 而这个脚位移呢 跟这个tok就成正比 你tok越大 转过去的角度就越大 或者是转过去的角度越大 那么tok就越大 好 现在我们用这个定义来做一个例题 好 这里是一块黄铜 黄铜 黄铜的剪切梁模式这个 两侧为边长一公尺的正方形 就是这一侧跟这一侧都是一公尺的正方形 厚度呢 这两侧的厚度是0.5个公分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切线方向的力 作用在这个上面 然后让它这个边长啊 移过来0.2个mm 那么我们问 你要产生0.2mm的这个偏移啊 ft要多少 ft多少 好 那么我们首先就 像这种题目 我们就一定要记得定义了 简映率的定义就是ft over a ft呢 还不知道 但是a知道了 a就是这个面积啊 这个面积就是一 一公分乘上0.5公分 我这有没有写错 我看看 一公尺 我这个写错了 这是一公尺不是 不是1.0公分啊 我这个写错了 一公尺 这个是0.5公分 那我们画成公尺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这两个乘一乘呢 然后它的导数就是200 然后这个ft还在 ft不知道哦 ft不知道 好 简映率等于这个 那我们要求的是ft的值是多少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它的长度 还有它改变的量 那这个就是简映变了 所以我们把x over h 简映变求出来 然后简映率呢 就是简映率 比上简映变等于s 对不对 好 那现在简映变有了 那s有了 这个就是s啊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带到这个定义里面去 这个带进来ft还在哦 然后 我们说 这个值是0.36 乘10的11次分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因此从这个等式 我们就可以求出ft来 ft就是这么多牛顿 好 现在介绍弹性学里头最后一项东西 体积为v的物体 体积为v 原来这个虚线所画的一个球体 我们这是球 把它静在静止的流体中 受到的压力 流体的压力是垂直的 这个流体的压力 我们要到17章才介绍 本来应该是先介绍这个 但是我们把它删掉了 我这里呢 最后才讲到这个 这个压力都是垂直的正压力了 受了p 那个压力以后啊 受了 就说在流体中原来就有这个压力 原来就有这个压力 静止流体中 受到压力p 是这么多 如果这个压力改变一个很小的量 dp的话 本来是压力是p 它是这么大 曲线的这一部分 它增到了dp呢 体积就改变了 就变成这么小 你看这个量呢 是我们用deltap 不是用p来表示 p是原来作用在这个上面 这是比p要大一个deltap的一个压力 就是p加deltap 我们现在去看 假定这个物体改变了一个 原来是V 对不对 后来变成这样子 那么当中这变小的量叫做deltaV deltaV就是后来的体积 减到体积的体积 这个是负质啊 因为它缩小了 这个叫做体积应变 然后我们就一个定义 work modulus B 它是等于dp over dv over v 这个就等于我们以前讲的硬力 比上应变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它是 改变量是deltap deltap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压力 而且是正压力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硬力 这个就是它的硬变 不过前面要加一个负值 为什么加负值呢 因为你dp变大的话 就是本来是p 后来变成p加dp 它体积是怎么样 变成v 变成v 减 delta v 所以dv是变小 是负值 那我们不能定这个常数是负值啊 所以我们就乘一个负 负负就等于正 所以这个量我们可以把它重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体积弹性良膜 这里我解释了它的符号 是为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所压缩系数的定义 压缩系数我们用k来表示 表示体积弹性良膜的导数 它就是这个导数 一分之一 那我们就把这个编倒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单位啊 我们用per atm atm就是大气压力 因为我们在水里面 或者在空气里面 受空气的压力 或者水里面的压力 我们都是用大气压来表示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一个油压机 hydraulic pressure 里头装了0.2个meter cube体积的油 里头装了油啊 如果施加这么大的压力 对于这个油 0.2.04乘10的7之方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它的体积缩减量是什么 这个油的压缩系数是 20乘10的4之方的per atm 好 我们首先把atm 大气压 一个大气压 相当于1.01塞 乘10的5之方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我们也会在 以后17章里面介绍 我们怎么量大气压 大气压 它的单位atm是等于什么 这个就是大气压 好 好 现在我们就由压缩系数的定义 我们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画成这样 我们要求的是DV嘛 对不对 负KVDP K就是这个 K是这个 就是这个 20乘 这个好像写错了 应该是负4次 这个应该是20乘3 10的4次方 这应该是4次方 后面这个atm 我们才是10的-6次方 这个错了 这个改成4次方 然后存上V 它的体积 然后它的改变的压力 是这么大 那么我们算出是这个来 所以油的体积压缩 缩减了这么多个 你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OK 这个是正4次方 好 现在我们介绍坡 弹性学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坡呢 我们人 很早很早以前 就发现了有坡的现象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就是我们走到水边的时候 比如说一盘湖水 很平静的 我们总是会捡起一块石头 丢下去 就是想看什么呢 想看这个石头丢下去以后 产生一圈圈的水泊 那么我们也看过 当风吹过一个 一片这个稻田 或者是麦田 最早就是吹过一片的芦苇的时候 这个稻田 麦田呢 这个麦税啊 稻税就会好像坡浪状一样 海上的坡浪状一样 在那里波动 这也是一种坡 对不对 当我们拿一条绳子 在走路的时候啊 你不会乖乖地拿着它走 你总是甩一甩 这个绳子就会形成一种坡的形状 那么这个坡是什么呢 其实坡就是一种饶动 Propagation of disturbance 就是它饶动的一种传播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这个 你这个磁点 像这个A点 A点 像这个点 这个点 它就在这个地方啊 你看它 震下来震下来 然后又上去了 又回去了 在这个地方来回的震荡 来回的震荡 结果它这里就形成一种坡 比如说你这个 形成一种坡 比如说它当作最高点的时候啊 等一等呢 另外它旁边一点再变成最高点啊 所以这一点好像会跑一样啊 会跑一样 这个就是一种扰动 就是你原来是平衡的在这里 受了扰动就变这样子 这个叫做横坡 横坡就是说 这个物质的震动方向 跟坡所行进的方向垂直 这个叫横坡 另外我们看 横坡叫transverse wave 另外我们看这个 扰动的坡 扰动的坡 或者扰动的正坡 就是这个指点 你看这个指点 像这个是平衡点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来回的震荡 从这里震回来震到这里 然后又跑过来了 又跑过来 来回的这个震荡 那么 这个来回的震荡呢 比如说是空气的话 它就会使得空气里面啊 产生压缩比较紧密的部分 还有就是比较稀疏的部分 密度比较稀疏的部分 就在那个地方传播 这种坡行进的方向啊 跟这个指点 震荡的方向 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方向啊 那么 我们就称它叫做众坡 众坡 Longitudinal wave 那么 横坡跟众坡 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啊 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这两种坡 那么 有一种坡是水坡 我们也常见了 但是水坡呢 非常的复杂 因为它里头的指点 它在震荡的时候啊 同时有垂直方向的震荡 也有水平方向的震荡 就是跟这个 就是我们就用水平了 垂直方向震荡 跟水平方向的这个震荡 就是水坡行进方向的震荡 所以它的轨迹呢 是成一种 横圆形 像这个 这是表面啊 这个是比较深层的啊 越深层的这个椭圆就越扁 越表面 越靠近表面的 就越趋近于圆 所以这个指点呢 你看 它 像这样子 这个是平衡点 这个就表示 它在这个地方 做垂直震荡 那么 你又可以看到 它一下子在这边 等等又跑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然后又跑到这边来 就是它又做这种震荡 所以它是两种震荡都有的 垂直震荡跟水平震荡 因此呢 这种坡 它是一种 坡圆形的 好 借着物质内 指点震荡运动 而形成的坡 我们称它叫做弹性坡 它一定要借到物质里头啊 指点的震荡 才会形成一种坡 所以呢 弹性坡需要靠物质 才能够传播 像神坡 弹簧坡 水坡 都是借质 就是说它必须要有借质 才能够传播 但是有一种坡 叫电磁坡 它不需要借质 因为它靠的是 电场跟磁场 相互感应而出来的 电场 感应磁场 磁场感应电场 不需要借质 这个我们在下车会介绍到 OK 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了 这个坡函数 就是你拿一条绳子 在那里一抖 它就会有一个这种形状的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脉冲坡 这个坡你看到它会往这边跑 会往这边移动 以V的速度往这边跑 如果这个绳子是拉紧的话 你稍微一抖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坡 往这边跑 这就是坡动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了 你产生这个坡形 坡形是怎么样子 还有它的速度是什么 这个跟介质里头 这个物质的性质有什么关系 还有跟什么其他的因素有关系 那我们要把这个坡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 你坡的形状把它写出来 我们现在假设 这是一条绳子 在T等于0的时刻 它在这里 这就是它位置是X 那么时间是0 它的形状呢 就是说这个形状 完全用FX来表示 它是X的函数 我们可以用X把这个形状表示出来 那现在因为我们是假设而已了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形状 我们不晓得 我们只是说 它就是一个 以X为变数的一个函数 经过T秒钟 T等于T的时候 这个坡就以V的速度 从这边跑到这里来 就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当中所经过的距离 就是V乘T 但是它的形状呢 还跟这个一样 形状跟这个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说 你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Y跟XT 这就是Y跟T的关系了 Y跟X跟T的关系 X是某一个位置 T是0了 现在呢 X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位置 T呢 不等于0了 这个就代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现在 是等于是等于什么呢 这是X 就是说你把它退回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X 这个X等于什么呢 等于原来的这个X加V 原来的 原来的 就是不是 我们说这个 原来这个地方是等于 这个X 减VT就是原来的这个 我们X是原来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X是这里的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形状 跟这个形状一模一样 那就是这个形状 那就是这个形状跟这个一模一样 那现在这个X是新的X 这是老的X 那这个跟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它减的VX就是老的X 原来的X 所以在形状波里面 我们就有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我们以后对于波 我们要怎么把函数写出来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波 在某一个时刻 我们回到原来这个 比如说波在这里形状 这个东西在跑 对不对 那我就拿照相机 来照 拍照 照相机一拍照 我快门一按下去的时候 那底片上就感光了 照片拿出来看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真正的波 就一直往这里跑了 但是我们按快门照的时候 就是这一块了 你看照片这块会不会跑 会不会跑 对不对 这就是T等于零的形状 你就知道它的形状是什么了 然后我们要问 在任意时刻的时候 这个波要怎么写呢 任意时刻 我们知道它原来是这个形状 我们知道它原来是这个形状 任意时刻要怎么写呢 任意时刻就是我们像这里的 任意时刻就是 就是任意时刻 就是说任意时刻我们是F X-V-T 那就是说 你知道原来是这个东西了 后来变成这个东西 那你只要 只要怎么办 只要把X 换成X-V-T就可以了 很简单 你把这个X把它变成X-V-T 所以任何一个时刻的Pulse 就是你只要知道起初是什么形状 你把里头的X把它变成X-V-T就行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正旋坡 前面我们没有讲是什么样的坡 现在我们假设这个坡是一个正旋坡 当T等于0的时刻呢 它的形状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表示 这是一个常数 这是正旋反数 这是正旋 里头这个是等于2Pi over 11乘X 你不要管这个是怎么来的 就是它的函数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原来T等于0的时候 只跟X有关系嘛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 当T变成T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知道这个了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函数 里头的X变成X-V-T就可以了 你看Y还是没有变 这括弧2Pi over 11乘X变成X-V-T 这个就是正义时刻 这个坡的函数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 那这个Y就是Y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纵轴 就是指点正当的这个位移 那个横轴就是旋的本身 指点本来站在横轴上面 那Y就是它正当的位移 对于这个Y就是这个指点正当的时候 相对于它平衡点的位移 那么这个位移呢 跟位置有关 就是说你这个Pi在跑啊 什么位置 什么时间 什么位置 它的形状都不一样 所以呢 它跟X跟T都有关系了 如果你让 你如果要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没办法画出来 只能够在什么地方看啊 就是这个试波器可以看出来 或者真正的看 因为它是一幅动画 你看这个坡形的话呢 Purse 或者正旋函数 它是这样子跑 一直跑的 那现在我们 没有办法画在这个纸上面 画在纸上面 它就固定了 不会跑啊 你没办法 没办法把它的动态 表示出来 对不对 那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把它分两次来画 一次就是说 我令 时刻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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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说 这个正旋坡在跑的时候啊 我拿照相机照它一下 那么我按快门这一时刻 我就把这个相片 把这个坡形照起来了 这个坡形不会再动啊 不会再动啊 那这就是T等于零 我令我照相的这四个叫T等于零 一照S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从这里来看啊 X等于零的话呢 这是零 这个就是零 对不对 它在Y等于零在这里 X增加了 这个Sign的角度增加了 那这个值就变正了啊 因为正还在第一向线的话 小于90度的话都在这里 越来越大 到了这里 最大值 再过来 都变小了 第二向线也变小了 它是这样子的震荡 不过它在这个变动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最高点 就是震荡的最高点 最大位移 这个叫做YM 就是这一项 这就是它的最大位移 还有就是 你看这个坡啊 我们不要看这样子 我们从这里看好了 原来这样子震荡到这里 再来呢 它又重复前面的震荡 重复前面的震荡 所以说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再来就重复了 所以这个距离呢 是一个定值 也就是这个距离了 也就相当于这个距离 这叫做 我们称这个叫Lamna 叫做坡长 它是一段一段的坡 加起来 好像每一段坡长是多少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称这个YM 叫做坡的正伏 Amplitude 那Lamna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坡长 叫Wave length 坡长 好 这个是T等于零的时候 T等于零的时候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在X等于零的地方 我们要来看这个 这个值点的震荡 这个时候不是照相了 这个时候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绳子上面的某一个位置 用一个有颜色的油漆 把它着色 比如说我把它变成这个黄色 比较容易看到 那你就看到这个黄色的点 它就在一个垂直的轴上面 这样子震荡 垂直轴上面震荡 OK 这个震荡是随时间变化的 那么 那我们就另 我点了黄点的这个位置 叫做X等于零 叫做零处 于是呢 Y X零就变成Y 零T的就是YT 只跟T有关系 这一点 只跟T有关系 它是这样的一个 正确函数 把它的相角 画成这个样子 你看 T等于零的时候 这是时刻 这代表它 它一边往这边震荡 这个时间就往这边跑 T等于零的时候 它在这里 T增加了 时间越来越增加 这个指点就是越来越上去 越来越下来 因为这个角增加 它实际有个负值 所以它就是 时间增加 它就往下跑 时间到这里的时候 它正好跑到这里 时间长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又回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曲线 是这样子的震荡 那我们就发现 它震荡的最大位置 也是YM 也是YM 然后呢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个形状 经过一段时间T以后啊 它又重复前面的这个形状 一再重复 经过这一段时间 一再重复 于是我们现在就定义啊 定义 一再重复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就一再重复 这个T呢 正好就是我们这里 你看 等于零的时候 在这里 第一次 它又在这里的话 要什么时候 就是T等于lemn over v 因为它就二π 所以正当一次所需 就是说T就是等于这个值啊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周期 period 正当一次所需要的周期 以秒为单位 周期的单位是秒 那么另外有一个导数 导数我们称它叫做 频率 因为T等于这个 所以T分之一等于这个东西 它的导数我们称它叫做 频率 频率 frequency T是 震荡一次 要几秒 那么频率就是说 它一秒钟震荡几次 是这样子的 它的单位呢 本来是per second 多少次per second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单位 叫做hertz 叫做hertz 频率 然后我们这里有这个 从这个数字里头 V等于Lamina 这个很重要 这个你们在国中就念过了 V等于Lamina F 就是坡的行 速度 坡的速度 不管什么坡都是这样子 电子坡也这样子 物质坡也是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诗者非常重要 好 现在我们看 我们已经把坡函数 正弦坡的坡函数写出来了 我们常用的坡函数 有下列几种 一定要记住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用的 本来是2π overLamina X 现在任何一个时刻就是 X 变成X-VT 不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把Lamina 分子一 乘进去 2π还留在外面 还是X overLamina 剪到T overT 大T 这是第二种形式 所以你把坡函数 一个坡的函数 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 在X前面这个系数 就等于坡长的导数 T前面的系数 就是周期的导数 然后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写成 更常用的一种形态 就是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 这个形态里头 这个K是什么呢 你看你把这个2π 乘进去 2π乘进去 K就等于2π overLamina 2π overLamina 这是一个常数 我们 你把它记一记 它就叫做 weight number 波数 就是2π 就是2π弧度 有几个坡长 每2π 就是2π弧度 这个长度里面 是相当于几个坡长 然后2π over T 2π over T T的导数就是F 就等于2π F 这个叫做角频率 这个我们在显现运动已经用过 对不对 这个两个 你都要记得很清楚 很清楚 于是我们就知道 这是第三种形态 我们常用的 但是我们一般呢 比如说一个坡在跑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呢 不是 没有那么刚刚好 就是你说它是多少就是多少 因为这里还要有一个five 一个five 这个five就是 就是表示 因为你这个地方啊 就可以确定它的零点位置在哪里 你命令它的零点位置在 但是实际上呢 你在拍照的时候啊 零点位置不是 不像这个 x等于零 t也等于零 不是这样 那它是有一个这个函数在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一个这个函数 如果你要假设一个坡的形态的话 你要把这个函数求出来 你才知道它真正的函数是什么 那这就是 以后我们一般的坡 我们就用这个表示了 这是一个常数是正幅 这是坡数 这个是脚频率 这个five呢 我们称它叫做出向脚 那么这个括弧里头的这个量 我们就称它叫做坡的向 face 有时候也叫向脚了 也叫向脚 那么这个face叫做出向 ok 当两个坡有相同值的时候 你说 在任何位置 任何时刻 两个坡头一模一样 那 这个两个坡呢 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呢 都是这样不一定 就说 比如说这两个坡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five啊 它可能是零 可能是二拍 可能是四拍 可能是六拍 就是说 当两个坡有相同值的时候啊 就是两个坡的相差 这个相跟这个相差 是二拍的整数倍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两个坡 一减 是five 如果这个five是二拍的整数倍 那么这两个坡就一模一样啊 在任何位置 任何时刻 它都是一模一样啊 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同向 in face 这两个坡 in face 这个叫出向脚 或者叫出向 或者我们称它 叫做向常数 face constant OK 好 现在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任意的一种坡了 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five啊 我们把它规定到这一下 就是 omega t拿出来 kx减φ 当作一下 你把k拿出来呢 就变成x 减掉five over k 这是 假定这是a波 这是同一个波了 另外就是说 我们把five跟它放在一起 omega t放在一起 kx单独拿出来 当这个跟omega t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把omega t提出来啊 里头就是five over omega 所以呢 这个相差 相差 我们可以有两种的解释 两种的解释 一个就是 它的位置 这两个坡 相差 不一样的话 就是 这两个坡 在同一个时间 它的位置不同 或者说同一个位置 它产生这么高度的 这个高度 随时间改变 随时间改变 OK 好 现在我们来 再例 five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波我们称来叫做c波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这个 这个波 好 像这个 y跟x 用x来表示 好 这个 这个台下来有 这里有一个 omega t 这个 这个 浮游跑过来了 我昨天又把它移过去了 今天又跑过来了 这里有个omega t 大客户 现在不好变 我看看 好 现在 我们看 就拿这个 跟这个做比较 这个坡跟这个坡做比较 OK 其实这两个是同一种坡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两个都是这个坡了 这个坡跟这个坡不一样 有一个相差了 那现在我们看 把这个 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看 c波在这里 c波 a波呢 它就等于这个 它是k x-fi over k 那就是说 这个 早一点到达顶段 ac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到顶段了 这个坡呢 a波 你看 它 它这个位置的时候在这里 它一定要 这个位置的时候才上去 才上去 所以它 位置差了一个 fi over k fi over k a波 那就表示说 这个a波 超前 超前 c波 一段 距离 这是 时刻都一样 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 不是早 我刚刚说错 说t是 大家都是同一个 这同一个时刻 照下来的 同一个时刻 照下来 a波 在这里 c波 就在后面 所以它呢 超前它 超前它 一段距离 这个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我把这个波 在任意一个位置来看 任意一个位置来看 x是固定的 位置固定的 那这个 就是 先后 t来讲 这是先 这个后 这个x来讲 是这个先 这个后 t来讲 是这个先 这个后 b波 先到达这个 那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看到 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c波呢 是后来 才上来的 所以 表示说 b波 要比c波 提前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就是fire of omega 到达 ok 这就是这个 同一个波 我们看它这个 位置跟时间的 这个 相差 相差